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眸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的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淡马sir 各位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眸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 今节就是世界时事都合一的第一则新闻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美国的印太司令 其实他们印太司令 就和国防部长奥斯丁一样 原来他们就说 这个印太司令 就是海军上将 阿基里洛 他就说邀请中国出席防长会议 不是遭到拒绝 就是石沉大海 中国就不理会美方的邀请 他就说 他就是想着 联系中方出席8月份在匪制举行的年度防长会议 但是 发出要求要 妙无音讯 中国就没有理会他 他就说自从他 两年前就任印太司令以来 只与中方有过一次电话会议 到目前为止 向中国 邀请不是拒绝 就是无人拒 但是我们也看看这个阿哥 其实他 这位 好像他 都挺欠的 菲亚 菲亚 他 就在同一个场合 说得都挺 瀟灑的 他就说 当然这个台媒大吹特吹 他就说得很劲 可能也很劲 但是 他跟拜登说的东西就有点出入了 他就说 美国 军门乌克兰不影响对台湾 武器供应 不是吧 不是吧 这个 蔡政府也承认了是辞了交货的 是啊 怎么没有影响呢 之后 他就说 因为一般来说印太司令 我们见到过去那些都有时 吹得挺大的 不知道是他们的 Style是这样 还是 在这个位置他说得大一点 但是我觉得 好像奥斯丁 美国国防部长和美军最高将领米利那些 很谨慎 他也说 美国一边走路一边吃 罩着香口膠 都有能力两者兼顾 哇 那就快点交付吧 不要迟了 是啊 因为 这个不是我们说的 是 小英都说 是迟了 还有这个 一个现实就是 美国 承认 因为要援污所以 给 台湾的军备要迟些才能出货 他们承认 为什么你和拜登政府说的东西不同 最 之后他就说 如果中国决定今天就攻台 即是指大陆 当然是台湾中国的部分 以我们现在的实力 我们有信心 他们必会失败 就和之前 智库的 推测就好像有点不同 因为他们 智库就说是 美日一起合力 就会 是惨性的 但是 会让出 自己世界的一强国的位置 这个 亚基里洛 在这个 论坛 是不是因为论坛 所以他说 就说 根据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自己的说法 他要求军队做好准备 如果有需要在2027年前以武力占领台湾 这个他有谁说过啊 如果他说过这句话你还没日报吗 这个 这个是 这个是你们的智库 是做出来的 这个是 他有说过2027年武力占领台湾吗 他说是做好准备而已 不知哪里来的 现在我们工作就是防止这种冲突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认为他的目标 是2027做好攻台准备 我们需要今天就准备好了 需要 我们部队就位 有 适当的能力和合适的伙伴关系 提供强大的阻吓力 台湾是叫客阻力 倒转来说 最终 才可以防止冲突 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 但是 他有些东西 台湾就不报的 因为 这个阿哥 他就说 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 这些肯定不报 他们 这些肯定不报 阿基里洛就强调了 如果阻吓失败 我们工作就是 战斗并且取成 我有信心 感到非常自豪 地球上最强的军队就在美国 而且大部分在太平洋地区 至于 什么时候可能 促使这个大陆在攻台呢 他就说 他就说 美国对台政策不变 奉行 台湾关系法 对 台六项保证和中美三个联合公布 我们不支持台独 但是 我们支持和平解决两岸 人民的分歧 或 我们也不支持 片面改变现状 这句话 说实际上 台媒就说 整位是说给大陆听 其实都是说给台陆分子听 对 当然人家就问我 现在 美军援务 军备消耗得很厉害 会影响到 台海冲突 他就说 我们是一个全球大国 我可以这么说 在 澳湖战争后 我们可能是唯一 的全球大国 中国呢 而且澳湖战争 中国没有参与 你说如果俄罗斯削弱了实力 也有可能 其实也是削弱了实力 因为始终 战争肯定会有选耗 那就是 我们 会一边走路一边咀香口交都行 哇 我想起曾任元吹口哨 他咀香口交更轻松 重新 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 对于战略 仍然是重要的 目前没有任何东西从我们 所在的战区被拿走 因而 来限制我们工作 你说什么呀 战区是什么意思呀 一下你说乌克兰 但是乌克兰是不是有领土被拿走呀 事实上是呀 当然他说暂时 不知道暂时 他也说 他想着 向中国的对等单位提出 这个对话的要求 邀请的对话 不是自知不理就是被拒绝 那当然啦 你那头 就说我想跟你对话 但是你这头 说的句句 都是要心要肺 就说我不怕你呀 你那头就说我想跟你对话 但是那头就好像调监 甚至想动手 这件事 你又不要怪别人 不理你的邀请 因为 跟你来到你就 沙沙沉沉的 那我怎么跟你谈 这件事我就很明白 说那些 那些 西方国家 和那些盟友说 我一边都可以 向你动手 一边都可以 笑着口 和你做生意 有这样的事吗 没可能 没可能 好了 这是第一则新闻 第二则新闻 就是 来自东南亚 都是一个知名的旅游国家 就是泰国 现在西方就很害怕 因为 这个中泰 是接二连三举办 陆海空的军事演习 原来 泰国从7月到9月 与中国举行三项包括 陆上 海上 和 是空中的联合军演 他们就说 这就显示了 泰国的军政府就倒台 就和中国 连一起说 你都知道他就倒台 哎 这个真好笑 当然现在未选到这个总理 是 但那位皮特已经出局了 现在我们看到最新消息就是 这个 他讯的女儿的政党不是推选她的女儿出来 而是推选另外一位商人背景的人出来 这个人和他讯之前都很熟 那么说回 这就显示中国也拉拢泰国 泰国军政府也尝试在新政府上台之前 是定调 泰国军事关系巩固自身势力 真心说 其实说真的 这个 泰国总理巴育 我觉得他也要给他几分敬意 他说退就退 当时不如我 但是 他夹出来 他夹出来是可以的 真心说 好像以前的这就行 他应该都是国方妥协之下 当年 国方妥协之下 出任的 总理人选 现在新的 未知哪个 都会是一样的条件 都是国方妥协 的人选 为什么 皮塔不行呢 我们说过 其实泰国 不单只是军方 还有很多保皇派 因为皮塔的政党 经常说 对泰皇的权力要限制 有些保皇派当然不肯 其实皮塔不能做 也是一个妥协结果 对 最后 其实皮塔的党 其实有些政策也挺激进 到了总理或者首相 应该是首相的太皇 其实 最后来 说真的 也是要找一个比较中间的政党 最主要是 要一个大家协调 各方的势力 都觉得合适的人选 那就是可以做得到 没错 如果有其中一些 不可以的话 再见 其实 泰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会差 我觉得也不会 他不选哪 美国和泰国的安全关系 是不会受到影响 不过你说他会和 中国关系好 其实他和中国关系都好 一直都好 他们也知道自己 是需要中国游客去玩的 就是这么简单 目前两个国家 在泰国的乌龙基地进行英击2023 联合演习 这场演习 在2015年开始 为了加强泰国和中国空军合作演习 在7月9日开始 持续到21日 亦是 双边第六次 展开联合演习 其实这些一向都有 是你们这么紧张 什么都要和你们 站一边的 他们就想这样 当然 另外泰国和中国也有特殊战争 部队在8月16日到9月2日演习 参加的地方 就是在泰国中部 华富里府 名字就是 2023联合打击 接着 9月3日到10日 泰国就和中国海军在泰国东部 这个很出名 有些翻译叫吞武里 有些叫春武里 春武里府 还有 这个罗永府 还有 占卓民府举行 叫做蓝色 突击中泰海军联合演习 演习每两年举办一次 由泰国和中国 轮流举办 其实这些都是普通的 都是平时做的 近期 这个 泰国和中国的军事合作 西方就 很紧张因为 中国防长李尚福 上个月在北京和泰国 陆军总司令 是会面的 中泰两军也都是 说 大家发展势头良好 中方 愿意和泰坊一起 将两个国家领导人 重要共识落实到位 并且希望泰坊 共同维护地区稳定 确保亚太地区 长治久安 当然 难道大家不希望亚太地区长治久安吗 大军备的就是 大军备的就不希望 他们找了 台湾佛江大学 佛子佛 佛江大学 不知道是否一些宗教团体办学 的一位 国际事务处 长 分析 泰国六月份曾经邀请 东南亚国家印度和中国 外长以非正式会谈方式讨论缅甸问题 但是遭到部分国家反对而突显东盟的分歧 但是现在 又急着和中国加强军事联络 好明显泰国军政府希望 当地大选陈埃落定之前 其实陈埃落定了 不过 未知谁做首相 抢先一步为曼谷 的 绵甸和中国政策作出定调 你觉得可以吗 他上台 其实如果像皮塔这些年轻人 他肯定有很多东西 要拔走你 说真的也有很多东西 拔不走 因为很多 已经固定了 或者是盘根挫折 就说 借此机会是维护军方的利益 这个不用说了 是呀 当然 他们找这些台湾人 肯定以台湾的立场去说 就说我觉得 现在泰国政府 宣布要和中国做这三场军事演习 顶你都说以前已经有了 只不过这么巧 就说 意图很明显的 因为 这个皮塔 他所代表的新政府 一定是比较亲美的 你也知道的 说真的 你找这些什么 佛港大学那些 这些研究的 就和中国的关系 势必会疏远 还没做 还有 说真的 你知不知道他没得做 所以 如果泰国军方 现在可以 先将这三场军演定了 那么 皮塔日后上台 他上不了台 必须要遵守 谁说的 泰国那些 一定要遵守吗 所以我觉得 这是泰国国内政治势力的国族 我觉得你是这样说 这个 我相信 不关事 手上人选那里 是有一些 角力 这是真的 但你猜 对外的关系 外交方面 应该就不关事 而且 也说过这三个军演 一直都有 不是突然走出来的 只不过 刚好是这段时间 当然 你找这些学者 不知道行不行 说真的 他说 种种迹象表明 东南亚已经成为中国和美国 家劇竞逐的 场所 台湾叫 整个冷战 尤其是越南战争期间 一直 是美国最坚实的盟友之一 在2003年 甚至被认为 是主要的非北 大西洋攻略 组织盟友 亦就是 获得美国政府指定 和美军有战略合作的 非北约成员 不过 泰国在2014年 军事政变 美泰关系 他们就说倒退 老实说 其实我又不觉得倒退得很多 中国对泰国的 影响力逐渐增加 其实不关 这个军政府事 为什么逐渐增加 因为很多旅客去的时候 他们的商人都知道 需要做好生意 知道自己的货源 知道自己的客源在哪里 当然了 泰国空军更加公开表示 美国拒绝对他们出售 F-35 这个战机的主因 是 训练和技术的要求 关于什么中泰关系 我想问一下 扯到很远 反正 他们什么都说抗中 抗中 抗中 就是这样 你明不明白 东南亚国家的生存之道 很明显 八年的传统 就是北站边 当然这个佛江大学的教授 他 他叫陈尚茂 就认为 不用担心 北京并非一帆风讯 主要原因是泰国政局 可能大选后变天 换了手上人选 换了手上人选 譬如皮塔 现在不能算了 他之前那些计划 要限制皇室的权力 那么大的改变 是不行的 他们不接受 所以做不到 你说得对 没错 就是因为这样 就是因为这样 当然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事情都是 虽然是暖差 那么紧张 会谈得好 慢一点 还有杯弓蛇影 我就觉得他们是杯弓蛇影 他们知道如何协调 没有人是 弃硬 不肯退 揽 没有人是大振国抗中 这些东西 没有这些东西 当然有时候在南海 有些主权和领土的争议 你看到 说真的 最后他们都说谈一谈 有时发表声明 他当然要硬一点 因为他跟国民交代 你看到 其实 东南亚诸葛的领导人 都相当无神不像小英 也更加不像你乃清德 这个就是第2则新闻 最后一则新闻 来自澳洲的水手和 他的狗 其实 和他的狗 漂流了三个月后 就被一手 墨西哥的渔船救起 他日前就表示 自从他 开始 漂流之后 他第一次 是踏上陆地 很庆幸自己 还生存 这位就是 54岁 名字就叫 沙多哈 沙多哈 他的狗就叫做 Bella 他原来 就被一手 渔船 救了 之后在船上接受医生 检查后 就从这一手 渔船到下船 在 墨西哥 城市 叫做 曼西亚尔 那里上岸 现在他当然 亦都是很多 糊涂 身 亦都是比较 清减很多 因为事实上 在海上这么久 亦每天都在搏斗 他依然微笑地跟记者说 感觉很好 我告诉你 我感觉比以前好 其实这座港口城市 就位于墨西哥城337公里 他就说对于 拯救他生命的船长 和 漁业公司 非常感激 他还活着 真是很开心 之前真的没有想到 自己可以生存下去 还有他那只很神奇的狗狗 亦都现在很好 仍然热爱海洋生活 他们 离开 遇船前 其实 船员也抱着Bella一起拍张照 这位男子 都很厉害 其实这位是来自斯利的 男子驾驶着商体船 在四月从墨西哥城 想着前往 这个 法属玻璃西亚 大溪地那边 但是 航行了几个星期之后 因为恶劣天气受损 他 说最后一次见到陆地是五月初 当时他驶出 科尔特斯 海进入太平洋 当时是满月的 他就告诉我们九号台 在一场风暴 损毁了他的船 并且导致 那些电子零件全部失灵 他和狗狗 就靠 鱼 当然鱼是生 因为没有鱼 还有是雨水生存的 鱼业公司也说 他们旗下的这艘船 在距离陆地大概1930公里处 发现了 这位沙多克先生 他没有说明 救援发生的时间 但是沙多克和狗 已经处于岌岌可危状态 缺乏食物 还有 医物也没有了 你在海上漂流了这么久的时间 你对时间的概念 没有了 大海亡亡 当然船也为他提供即时的 医疗服务和食品和水 这个最重要 当然 船也为他感到自豪 亦都赞扬他 亦都 很横强 不是说笑 当然他很快就会回澳洲 亦都会见到他家人 亦都与盖探 终于见到陆地 亦都赞扬他的爱犬 很厉害 这样都捱得过 当然我们看回 现在这些事情 大家都不希望发生 太过危险 真心说 太过危险 他也是 出去的时候 遇到一些风暴 多少意外 没得说 就是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